在不久的将来 日本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 这将是一次灵魂的考验 一次历史的洗礼 甚至是一场文明的重塑 这是日本大本教的圣诗 出口王仁三郎 在二十世纪初对日本的预言 如果要说在日本历史上 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很多人或许会首先想到 日本号称战国时期的武将 如足立一辉 德川家康 或是近代历史中的明治天皇 这些人物都在日本历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在日本民间 还有一位神秘的预言家 叫做出口王仁三郎 他的传说同样引人入胜 甚至可以与这些历史巨人相媲美 出口王仁三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大胆地预言了日本的战败 这一预言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 无疑是具有高度风险的 尤其是日本正处于军国主义的高峰 整个国家都在鼓吹战争胜利的必然性 出口王仁三郎的这些预言 无疑是逆风而行 不仅挑战了国家宣传的正统观念 也让他陷入了政治的漩涡之中 当时的日本天皇 认为他的言论动摇军心 影响民众的士气 因此出口王仁三郎 遭到了政府的囚禁 1942年 出口王仁三郎被提前释放出狱后 再次发出惊人的预言 他坚信日本的战败已成定局 并警告说 广岛和长崎将会面临地狱般的苦难 这一预言在当时的日本 引起了轩然大波 许多人对此感到震惊和不安 但更多的人 则将其视为一个威严耸听的荒谬之论 然而时间验证了他预言的准确性 1945年8月6日和9日 广岛和长崎相继遭到美军的原子弹轰炸 短短几天内 两座城市化为废墟 数十万人在爆炸与辐射中丧生 幸存者也被迫面对无尽的痛苦和绝望 原子弹的投掷 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惨痛 也最终迫使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 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不仅如此 出口亡人三郎还将他的预言投向了21世纪的日本 在他所著的灵界物语艺术中 他写下了一则令日本人不寒而栗的预言 2030年的某一天 日本将遭遇一场世界末日般的灾难 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又一个威严耸听的预言 无需过分在意 然而正如出口亡人三郎的预言 在二战当中的准确性来说 很多人都不愿冒险对他的预言掉以轻心 也正是因为出口亡人三郎的这种容易让民众产生恐慌的预言 日本政府也是毫不客气的将他封杀 为何一个小小的预言会让日本政府如此大费周章的认真对待 或许你了解到出口亡人三郎的生平就能从中得到答案 出口亡人三郎 原名上田喜三郎 1871年出生在日本岡山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当时的日本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 正是明治维新时期 这场变革不仅推动了日本从封建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变 也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 更重要的是还带来西方科技与思想 上田喜三郎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 在幼年时期的生活并不富裕 正因为生活的艰辛 他从小便展现出一种坚韧的性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据传 上田喜三郎的祖母曾是神道教神社的祭司 经常向年幼的孙子讲述神道教的教义和各种宗教故事 祖母对神灵的虔诚信仰和对自然的敬畏 深深的吸引了小时候的上田喜三郎 在他还很小的时候 祖母就开始带他去神社参加各种祭祀活动 上田喜三郎亲眼目睹了这些仪式的庄严和神秘 渐渐的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开始研究各类宗教经典和预言 在上田喜三郎七岁那年 他的家乡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干旱 导致农作物和牲畜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村民们都非常忧心忡忡 四处寻找水源却一无所获 在这种绝望的时刻 年幼的喜三郎走到了大家面前 带领他们前往村外的一片荒地 并指引他们在那里挖井 他的言论让人们感到惊讶 但出于绝望的心态 他们决定试一试 结果几米之下一股清澈的泉水竟然涌了出来 因此年幼的喜三郎拯救了整个村庄 这件神奇的事件让喜三郎声名大噪 村民们认为他具有某种神秘的天赋 纷纷前来找他占卜 以及求解生活中的难题 喜三郎很快成为了当地备受尊敬的小神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喜三郎的名声不断扩大 他的影响力逐渐扩展到临近的村庄 前来占卜算卦 求一问要的人络绎不绝 严格来说喜三郎并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医学训练 他掌握的仅是祖母传授的一些草药知识 但在一个小村庄 这些已经足够帮助村民们解决一些小病小痛了 喜三郎逐渐长大 名声也传到了更远的地方 甚至京都的一些宗教人士也听说了他的神奇事迹 此时的喜三郎也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小村庄里的生活 他渴望接触更多的外界知识 27岁那年喜三郎决定离开家乡 前往京都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他相信只有在大城市里 他才能被更多人所知 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明治维新时期的京都 是日本的文化与宗教中心 充满了知识和思想的碰撞 对于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喜三郎来说 这里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 在京都喜三郎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和事 在这里他进一步深入研究宗教和神秘学 揭持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导师 他们的思想和信仰激发了喜三郎的灵感 使他在宗教道路上越走越远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喜三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观念 并开始在京都展露头角 最终在1898年 他遇到了出口职 这位同样对宗教充满热情的女性 彻底改变了喜三郎的命运 出口职在日本神道教中地位崇高 拥有庞大的信徒和广泛的影响力 出口职第一眼看到喜三郎时 就被他身上那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所吸引 觉得对方未来的成就定然不凡 不但收喜三郎为义子 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并极力支持他在宗教领域的发展 也正是在这时 喜三郎正式更名为出口亡人三郎 为了方便 后期信徒简称他为亡人三郎 出口职不但是当时日本神道教的一位大师 更是一个经验手段都很高深的人 他深知要想在日本宗教界立足 单靠神秘传闻和个人魅力远远不够 于是他帮助喜三郎建立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宗教团体 于是在出口职的帮助下 亡人三郎创办了大本教 随着教派的不断发展 大本教很快成为日本颇具影响力的宗教 在1920年代初期 亡人三郎曾公开预言 三年后日本关东地区将发生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 他具体说到地震将导致关东地区失衡遍野 造成极大的伤亡和破坏 然而当时的日本社会普遍对他的预言嗤之以鼻 原因很简单 日本关东地区已经有数百年没有发生过大地震了 人们根本无法想象 这样一场灾难会降临在他们身上 因此亡人三郎的预言并未引起公众的重视 与此同时亡人三郎创立的大本教 在日本迅速崛起并逐渐拥有了大量追随者 然而大本教宣扬的教义 与当时日本政府提倡的军国主义扩张思想 却是背道而驰 因此引起了日本当局对大本教的警觉和不安 为了遏制大本教的影响力 政府对亡人三郎及其追随者展开了打压 甚至以天皇的名义 下令将他和其他教派领导人监禁起来 然而1923年9月1日 一场强烈的地震如预言般席卷了日本关东地区 这场地震史称关东大地震 这次地震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 几乎摧毁了整个东京和横滨地区 造成超过10万人丧生 亡人三郎的预言竟然一语成衬 令人震惊不已 这次地震不仅让人们重新审视 亡人三郎的预言能力 也让他一夜之间声名大噪 被民众奉为先知 在关东大地震发生后 亡人三郎的名声达到了顶峰 迫于社会舆论和压力 日本政府不得不释放他 出狱后的亡人三郎 继续致力于他的宗教传播工作 也正是因为他成功的地震预言 让他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者 同时也使他成为日本当局眼中 一个更危险的存在 为了躲避政府的进一步打压 亡人三郎曾一度离开日本 前往中国寻求庇护 当时他前往中国东北地区 结识了东北地方军阀张作霖 张作霖虽然对亡人三郎 及其宗教信仰表现出一定的兴趣 但由于中国当时正处于内战的动荡之中 局势极不稳定 亡人三郎很快意识到 中国并不是一个能够长期避难的地方 因此他在不久后返回了日本 继续在国内进行他的宗教活动 亡人三郎回到日本后 又因亵渎罪被日本警察逮捕 这一事件的起因是他在接受京都新闻报采访时 大胆预言 二十年后世界将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而日本将被卷入这场战争 并最终战败 这一预测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轰动 日本正值军国主义思想盛行的年代 这样的言论被认为是对国家的极大冒犯 尽管亡人三郎的预言遭到广泛质疑和嘲讽 但历史的进程最终证明了他的预言准确无误 二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果然爆发 日本加入了轴心国成为战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1942年 亡人三郎因各种压力和支持者的努力而被保释出狱 在他获释后 他又做出了进一步的预言 声称三年后日本将战败 本土将遭到严重破坏 特别是广岛和长崎将遭受可怕的打击 这次预言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不过是威严耸听 1945年 这一预言又一次被验证 8月6日和9日 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造成了极其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这场毁灭性的打击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二战终于结束 亡人三郎的预言再次应验 使得他的声誉达到了新的巅峰 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位神秘的预言家 认为他确实拥有某种不可思议的能力 日本战败后 亡人三郎并没有停止他的宗教活动 相反 他的教义在战后动荡的社会中 赢得了更多信徒的支持 据统计 在他影响最盛的时候 他的信徒人数高达800万 遍布日本各地 他继续以积极的态度 弘扬他的宗教教义 为战后的日本提供了一种精神慰藉和希望 亡人三郎的信仰和教义 鼓励人们在战后重建家园 重新找回生活的意义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年 亡人三郎仍然不遗余力地进行宗教活动 1948年1月19日 亡人三郎在日本去世 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就在亡人三郎生命的最后时刻 亡人三郎留下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末日预言 日本必在2030年前再遭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劫 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 仿佛看透了未来的迷雾 预言中 他描绘了一个可怕的景象 警告后人 地狱来临 死者无数 这位备受尊崇的预言家 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洞察力 再次发出了他对国家未来的警告 亡人三郎严肃地告诫日本人民 切莫重蹈覆辙 警惕昔日的错误 他的话语充满了深深的忧虑 仿佛他已遇见了未来将要降临的灾难 而他临终前的这番预言 无疑给当时和后来的日本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亡人三郎的最后预言 像一颗重磅炸弹 震撼了日本社会 许多人对他的话心存疑虑 认为这只是一个垂死之人的胡言乱语 然而也有许多人深信不疑 他们认为亡人三郎确实拥有一种神秘的能力 能够洞察未来不可预测的变化 日本民间开始流传着种种关于这一预言的讨论和猜测 人们纷纷试图解读他的预言 猜测2030年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浩劫 这位传奇预言家的最后遗言 成为了日本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他的警告和预言 不仅让人们感到惶恐不安 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行为 亡人三郎的预言究竟会不会实现 2030年前的日本 真的会经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吗 这些问题 至今依然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等待着时间来揭示答案 无论如何 出口亡人三郎的预言再次提醒人们 未来并非一成不变 任何国家和个人都应当居安思危 珍惜和平与安宁